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达官显贵也都是这个家族中的成员 今天为大家解答一个疑惑 为何欧洲的王室上千年不变 而中国王朝却更换频繁呢 不提中国那些小的朝代 就按照大家平时学习的主要朝代来看 也有夏 商 西周 东周 春秋 战国 秦 西汉 东汉 三国 西晋 东晋 南北朝 隋 唐 武代 宋 元 宁 清 这近二十个 追溯历史来看 基本没有几个朝代做过三百年以上时间的 这是为啥呢 其实和欧洲国家相比 中国的体制一直和西方有着明显的区别 第一点 国家发展不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中国自古以来 皇家和人民就紧密相连 皇家富裕 人民也富裕 人民收成好 自然皇家也富裕 但西方国家貌似一直都是各过各的 人民是人民的生活 贵族是贵族的生活 只不过贵族是这个国家的代表而已 所以从根本上讲 这两方基本没有交集 而中国却大不相同 一旦皇室没落 人民一定会饿肚子 起兵就是必然的事情 第二点 信奉的理念不同 在曾经的文章中作者讲到 别看中国人爱拜佛 但中国人骨子里信奉的是儒家文化 而西方国家无论是基督 还是哪个教派 基本都在信奉神 这就有了本质的区别 中国人是在追求一种信仰 相反西方人更为迷信 所以在西方国王上位的时候 如果没有教皇的加冕 是没有人认可的 而中国古代 只要你实力够 一切都好说 最后一点 中国的经营模式较为保守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农业大国 国家往往不支持经商 所以经商文化才会如此出名 在农耕技术还没有达到一定层次的前提下 靠天吃饭 自然很不靠谱 如果赶上几年老天爷不赏饭 饥荒就会成灾 所以社会不稳定因素很高 虽然农民起义成功的案例很少 但直接给了手中有权力的人借口 他们就会打着人民的名义起兵 纵观中国历史 基本每一个王朝都是在初期鼎盛 中期稳定 后期暴乱 这已然成为了封建王朝中的必然